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这买点菜呀 这天还够冷的 喂 这咋躺个人呢 小伙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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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来人呢 小伙子 快醒醒 哎呦 这咋回事 姑娘 你快打个120 这大妈这也没手机 这小伙子晕倒 这大妈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行 小伙子 喂 小伙子 我在幸福小区这儿 这有个人晕倒了 你们快过来 好好好 打过了 打过了大妈 这咋回事啊 我大妈也不知道我 我这 你说我这要去买菜 你说这就看着人横着了 小伙子 快 快进吧 这家里就我老太太一个人 大妈 不用了 把我去买菜就行了 没事 这家里就我老太太一个人 你 哎呀 没事 你说你这都动坏了 快小伙子坐吧 大妈 真是谢谢你了 我衣服脏 我坐地上就行 坐坐坐坐 这屋子也不干净 反正就我老太太一个人 我也不爱收拾 家里一天也没个人来 今天真是谢谢大妈了 如果没有您 我可能坐在路边 冻死了 哎呀 没事 这人哪 谁不都有难处 小伙子 你说你有手有脚的 这咋不出去工作 在那躺上了呢 哎 大妈 其实 我也不想了 我小时候 被人贩子给拐跑了 把我卖到一个小山村里面 没想到 那一堆父母 对我也不怎么样 天天让我干那些农活 我小时候想去读书 我看邻居 他们都有书读 我就想着过去读书 可是被他们抓回去 打了一顿 后来有一天 我呢 放牛回来的时候 听他们说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哎 我呢 就偷偷溜出来了 来到大城市里面 想着自己可以找份工作 可是当时人年纪小 而且什么都不会 也没人愿意要我 我就在个周边 捡点垃圾吃 可是没想到最近 他这些垃圾打扫了都太快了 我呢 没东西吃 天又冷 就在路边 饿晕了 真是谢大妈了 大妈 没什么事 我们先走了 等我小伙子 你 你手上 是 是不是有个胎记啊 不是大妈 你怎么知道啊 你 我是有个胎记 你这胎记 是不是在 右 右胳膊的中间呀 大妈 这是我的胎记 不过 你 你怎么知道啊 你是我儿啊 儿啊 你知不知道 妈这几年找你找的有多苦 大妈 你 这怎么可能呢 你就是我儿子 没错 你小时候 这你爸身体本来就不好 找你上火 病也犯了 这也去世了 去世啊 就突然我说一定要把那儿子找着 这你爸死不灭目啊 这你爸死不灭目啊 儿子 这几年呀 你受苦了 都怪妈 妈当年没看好你 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有家人了 妈 妈 儿子 哎 斗刚 什么了老婆 咱俩 攒点钱 再买套房吧 最近房子的升值可快了 我看同样的房子都要买了 哎 等一下 我接着电话 喂 你怎么又打电话了 道刚 这我实在迫不得已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 我这 这最近守护过点儿紧 不是 什么意思啊 咱俩都离婚了 你找借钱找错人了吧 我现在 一个有家庭的人 怎么可能再借给你钱啊 道刚 我这不是迫不得已的话 我 我也不可能给你打电话 你这 就借我一点吧 自己想办法了 谁有功夫搭理你啊 不 不 得 谁给你打电话啊 还要出去接 一个朋友 说要借钱的 咱家就不准备买房子了 对啊 那这钱肯定不会借啊 是啊 这样 下午啊 我就跟我朋友去那边 新开盘的楼去看看 然后呢 我要看有合适的 我就给你打电话 你把钱给我送了 那行吧 走吧 咱俩别人吃饭了 好久没出去吃了 走 谁啊来了来了 谁啊 你怎么来了 德红 我找你啊 有点事 行吧行吧 快去我这家座 什么事啊真实 是的 打电话就算了 放我家里面来 啊 你这被我老公知道了 这算什么事啊 德红 德红 我实在走投无路了 我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 这 只能求你帮忙了 我这边养的那几头猪 现在 连饲料都买不起了 德红 你看在讲讲以前夫妻一场的份上 怎么着 也帮帮我吧 借我点钱吧 不是 但是我不会借给你啊 秋香 你也知道 我上次生了那场大病 家里面的钱 都为了我那手术花了不少呢 这哪有钱借给你啊 唉 我还想帮你 可是没办法呀 你呢 去找别人吧 等会赶快走吧 一会我老婆下班了 看见你也不好 快走吧快走吧 德红 这 你就帮帮我吧 我 我知道你们家 这快卖房了 这不管怎么样 你手里怎么能存点钱啊 这 你就帮帮我吧 秋香 听谁说的 算了 这买房子的事缺人是真的 可是那钱也不是我的 那是我老婆家里面的人 他老家拆钱 这人家的钱 我怎么借给你啊 德红 你这不帮我 我这真的走投无路来 这 我连生活的钱都没有吧 你就帮帮我吧 别碰我吧 我这 就一个女人 你不帮我 我实在是没有人可借了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那行吧 等会借给你钱 赶快走吧 哎哎 好 秋香 等会儿我老婆回来 快怎么给她交代啊 快怎么给她交代啊 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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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从那边更开盘的那楼房回来 我也大概选好了户型 咱拿家里那卡去交定金吧 不是老婆 这房子 咱先别买吧 可能过一阵子 它也会降的 怎么会降呢 这都多少时间了 咱昨天不是说好的吗 老婆 老婆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 也不爱撒谎 刚才 不是让你见她了没 就是我前妻 她来咱家了 说她养了那几个猪 那饲料都吃不起了 自己也没有钱了 再跟一个人哭哭哀求 我这也没办法 我就借给了她三十万 你别生气啊 你啊你啊 木德高 你 不是 这老婆要去哪 该不会去找秋香了吧 一会给钱的事再打起来 不行 我得赶快去拦下去 快去 秋香 秋香姐 喂 桂花你怎么来了 秋香姐 我 我这刚到家 就听德高说 你上我们家借钱去了 我这一路想跑过来追你 我呀 也不知道你刚才去我们家借钱 德高对你态度是啥样 我就怕他对你态度不好 这 你当时可帮我们家大忙 他生病 你还把信交给他了一个 他不知道这事 他要知道啊 他肯定不能对你那样 我听说他只借了你三十万 也不知道你够不够 你不够 我一会再回家给你拿点 哎 桂花 够 老婆 别冲动 你干什么呀 谁打架了呀 这咋的 把脑子也弄坏了是吗 你赶紧一边去 这怎么回事啊 这张姐 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呀 这算什么恩人 这你要不够再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不是 够够 这样啊 你们两个呀好好的就行了 这借的钱呀 够了 行 没啥事啊 我就先走了对吧 那你慢点姐 哎 好 你哥 跟秋香怎么关心那么好啊 他可是我前妻啊 你知道什么呀 你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肾就是人家的 怎么回事啊这 怎么可能呢 哎呀 当时你不生病 我也没敢跟你说 怕你上火 也怕因为那是你前妻的肾 你不接受嘛 哎呀 当时 你找不到跟你匹配的肾 哎呀 这然后秋香姐过来了 正好她的肾能跟你匹配上 这我本来也是拒绝的 但是 那医生说 必须要马上换了 这 这也没办法呀 然后 秋香姐也不让我告诉你 这就一直瞒着你了 原来这样吧 你说你一天这么不住什么似的 走吧 回家吧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